我講一下就是這一段同學 他是原來影片是 比如說手下來 拍下去然後 他手再拉回去 再換這個畫面 那我想做一點改變是說 當他下來的時候呢 看一下修改後的 就是他下來的時候呢 把這個杯子 直接帶下來 讓這個畫面看起來更順 然後講一下這東西要怎麼做 這邊畫面是 他手壓下來的時候 黑畫面 然後下一個畫面呢 就是把它切成只有這個杯子 那現在要把這個杯子給靜止住所以我先 往下移格 按C 把這邊給切掉 然後對現在這個影格按右鍵 執行 Friend Hall Option 然後把它 設定它的結束點 它是靜止的 跟我們之前做那個 像玩遊戲的那個玩法是一樣的 先把它靜止住 然後我先 把聲音軌 鎖定住 LT按住 往上做複製 然後再把上面這個圖層呢 這個單章呢 把它往 往前延伸 這樣子呢我就可以取得 前面這段畫面是靜止的 然後再接續到 這邊的畫面 那只做現在 要做的動作就是 我要把 這個影像給挖下來 所以一樣先點這個圖層 使用Pan Tool 然後把你的杯子 把它給取下來 按住然後拖移可以做類似曲線的這種 編輯方法 好 那這個杯子被取下來 那我先到 到這杯子的 這一段 它的最後一格的地方 我先把它的Position 開動態 這樣子呢 我就可以讓它位置 跟 後面影片位置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再到 前面的位置 把它移上去 針對我的 Y軸 把它移上去 所以你的畫面 它就會 壓下來之後呢 杯子就會下來 當然這個速度 你要讓這杯子的速度感 更快的話 你就去調這個Keyframe 比如說 它到這個地方才出現 所以速度的快慢 由你的 這個圖層 它的Keyframe來決定 比如說這樣大黑畫面的時候杯子才出現 然後到這個地方來結束 所以可以用這種方法 來做過場的效果 然後再去銜接到 下一個畫面 然後再去銜接 然後再去銜接